今天呢有一位 有一位从激进党转战到民进党 他决定要挑战台中的严家了 他还发下豪雨要当的是削坡快 挡下中国的海啸 抗寒战将他是谁呢 台湾激进党的发言人陈伯伟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到底传达出什么讯息 我相信在高雄的赵天宁 他是有所感的 因为这个场面是在民进党跟激进党 两党党主席共同推荐之下 宣布参选台中的第二选区的立委 今天还包括了交通部长 也就是说前台中市长林佳龙也在了 来听听这个大现场 民主进步党在台中这个选区 我们认为在此时台湾激进的陈伯伟先生 以他过去给所有台湾人的一个信念 一个印象 年轻的战力可以在这个选区当中 为我们整个守护大台湾的这个大局 担负起这样的重任 绿营大团结知道为何而战 这一区是五五坡的选区 所以在这个区来合作 刚刚我们陈主席讲 不只要选要选赢 要让我们绿营其中非常有本土性的台湾激进 能够有立委到立法院 这场选战 其实不是赢不赢不赢 是台湾人要保护自己的国家 我愿意做台湾的这个保护 消破块 当中国海啸退去的时候 韩国来的雨会死在消破块上 第一种 我是台湾疫情欢迎令 3Q担表会 感谢 谢谢 来天宁怎么看这个转战 那这是在上一次2016的时候 你们民进党本来派出的是陈世凯 他是当地的市议员 他当时得票率43.71 跟盐匡衡的46.65 8万7596票 9万3495票 但是在上一次补选的时候 事实上两个人是非常非常接近 你看在2013补选的时候 差距有多接近 应该只有1000多票 当时49.09 49.95 差距根本是0.0几 66400多 65300多 66400多 65300多 他只赢了他多少 大概1000多票而已 现在是由陈柏维转战去迎战 严宽和 来 接下来一个转战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从刚才讲的 我们内部一直在讲 撒卡都 对照到香港现在每天都在发生的 这样流血的冲突事件 我真的必须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忘自菲薄 全世界都在看台湾 我们是华人世界唯一有完全民主的国家 新加坡那个民主不要讲了 那个其实都是巩固执政党的选举方式 中国大陆那当然没有了 那在马来西亚 华人是少数 华人甚至在选举处处被有受到一些影响 那只是在台湾 你想想看 人家都说 什么中国人不适合民主 可是同样有华人血统的在台湾 百分之百民主 我们还有很多缺点要改进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是从代表 从这个里长到这个议员 到乡镇长到市长到总统 我们都可以民选 那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当民主交给了人民的时候 人民要做什么决定呢 人家说好大湾人 棒标标标标标会 叫意识不团结 我们看不见在这次的选举里面 展现一个团结的态势 我们尊重每个政党的成立 我们也尊重很多什么沙卡都的地方 可能对蓝的有利 还是对绿的有利 这一点都是每个人的自由 政党都可以成立到三百多个了 不差再多成立一两个 可是我要讲的是说 关键的时候做关键的选择 会令人动容 你说在很多地方 民进党其实已经很艰困 或者很多地方 其实从很艰困拼到五五波 结果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第三党 然后造成了民进党可能本来要突围 就最后挂点 或者是有陷入极大的危机 这个还是自由 但是心里会不会很着急 我要讲一下陈柏伟 陈柏伟说实在的 那个爱情摩天轮被当作笑话 第一个去检视的就是陈柏伟 他用了多少多简单的东西 他用最简单的语言 拿着一个手机 直接去那个摩天轮上面做给大家看 说上面有没有办法做爱做的事 上面有没有办法因此创造出观光产值 一炮而红 大家回去看一下他当时的那个影片 我记得不到十分钟 之后整个激进党 我必须坦白讲 他当时其实串得很快 但是买乎去年2018年所有的小党里面 激进党是受到欢迎 但是全聚覆没的 也就是说激进党并没有在去年 拿下任何议席市议员 可是激进党有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没有 他不再跟你缴获那什么大绿小绿 大家完结啦 全部都是冲着韩国瑜 冲着国民党来 他就说我就是小绿 你们民进党不敢讲的 讲的不够大声的 有执政包袱的 他用熟忍的台语 讲的比谢龙介还好 他讲的这个台语 又平铺直述 平易近人 然后他在分析每个论点的时候 我觉得还有个天分 他可以用很简单的几个话语 讲非常深奥的一些政治的逻辑 也来上过小兴姐的节目 是好几次 可是我要讲 说实在的 青菜人都知道要换软软的算 他在高雄 他在三民区选过议员 应该很多人不太敢去跟严加选吧 对 尤其在上一次 看起来在历经过 虽然非常接近 好蓝绿的版图 可是在上一次里头 差距又有点拉开了 台中的大乌龙区 他就是一个蓝色的优势区 林佳龙交通部长前市长 他当然是超盘手 他鼓励说是五五坡 也不能算不错 也不能说不对 他应该是五五四五 也就是说那区不是说绝对不贏 但是一半算就比较贏 应该是这样说 可是高雄市算是绿的大本营 他本身又在高雄 高雄无数的粉丝 激进党的中央党部就在高雄 他大可以选三民区 我就是跟李昆哲拼 我也可以选左南区 我也是可以挑战黄昭顺 问题是你要想想看 黄昭顺那区 刘世芳委员现在已经 变得赔赔赔赔 现在这一席听说很危险 因为我们去年拉距算比较大 可是刘世芳从来没有放弃过 第五选区这个李昆哲跟黄柏林在拼 那里的结构虽然我们比较占优势 但是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有赢到多少去 所以陈柏惟他随便 这个也很拼 黄柏林跟李昆哲 那这一席呢 这一席第七选区我们看一下 第七选区竟然还有出现 哇这有点拼 时代力量的陈慧明在这里 我还是要强调 许智杰李亚靖 时代力量因为在凤山就是第七选区 有一个优秀的议员叫黄杰 他一翻这白眼把那个 韩国瑜的民调打掉至少10%以上 可是就是因为凤山有黄杰之后 去年凤山是我们刚刚是第二产的 输了三万票以上 黄杰在这个选区 所以时代力量有可能趁盛追击 那好许智杰他本来就是说 我们去年输了三万票 但他的努力现在跟李亚靖 至少是五五颇开 我觉得还略微领先一点点 可是有没有办法撑得住 我们的另外一个党 尤其时代力量现在有一定的支持度 然后黄杰表现又那么好 他如果再去跟徐智杰拼 有时候我说实在的怎么办 拼不拼得过呢 我还是要强调 这是时代力量的自由 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别的选择呢 陈柏仪就做了别的选择 他没有在这几区选 他可以挑最好选的李昏哲那边选 他可以选择最有话题的跟招顺仪选 你的对手是陈美娅 也是刚刚当选高雄失业 他当然也可以在我这区跟陈美娅选 对不对 他们都很有话题性 可是你知道他选择了去跟严宽恒选 严宽恒那区说实在的其实不太好选 然后再加上说我们严宽恒委员 包括他的父亲严清彪委员 这地方上其实是相当扎根很久 有影响力 可是你知道他就讲了一句台上中下 隐喻台中 就是说台派只要上一个 我们中国派就下一个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他挑战韩国瑜 他现在总统候选人 他挑战袁刚衡挑战一个比较辛苦的选区 我刚才来上节目之前 因为记者会刚开完 我就只是po一个在我脸书上写说 大家有什么话要跟陈柏惟讲 哇马上破百的留言 你要知道我们的选民没有那么复杂 选民的想法就是说 怎么极大化那个支持度 你不管叫做台湾派 中华民国派 中华民国台湾派 你只要不是共产党那一派的 我们都可以成为同一派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 结果我们自己的台湾派分了好多党 然后每一个党都想要在这个地方选 选到最后可能最后谁会赢 所以一边一国党也来了嘛 差一点这两天说那党主席 是阿布拉是游喜坤 有我今天早上在一个场合 遇到陈志忠议员啦 那志忠兄他也是很游行 他一直说他的意见真的不太一样 他还在抠个人说是不是可以暂缓 还是说有其他的考量 他对这样的一边一国成立一个政党 他是持保留的意见 他真的有点担心 所以我认为刚才大家老师 如果陈志忠持反对那扁也持反对 这个党怎么还成立得了呢 我认为其实还是有一些 我认为比较相对独派的深绿的朋友 他还是对民进党的路线有点不一样 我为什么一开中民讲香港 香港每次只要在争取真普选的时候 那个上街都上百万人 不分男女老幼 可是每次遇到选举的时候 共产党只要利用建制派去分化 你犯民派就好啦 你犯民派就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党 从最右派的党到最左派的党 右派的嫌理民主党不够激进 左派的嫌理民主党妥协太多 反正大家搞了半天 通通就最后票演就分散 分散到让民主党派在香港的立法会 丧失了关键的影响力 所以到最后流落到变成是立法没有意义 全部都在街头相见 那我觉得成伯会可爱多了 他认为说好哪里困难交给我 我来拚 现在刚刚不是很激动吗 说他来挑战这个韩国瑜所代表的 国民党的这个集团 所以我最要谈的是说 每个政党都有决定的自由 但是在登记前 都还有改变的可能性 我知道左洞他还在努力 拜托如果今天他不是加入民进党 他还是以激进党的身份 是民进党激进党共推 这样的例子是振奋人心 这样的例子希望能够复制更多出来 是